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26章的26节到37节 题目是圣殿的帐木与木门 出埃及记26章26节 你要用造夹木做酸 为帐木正面的板做五酸 为帐木那面的板做五酸 又要为帐木后面的板做五酸 板腰间的中酸要从这一头捅到那一头 板腰要用金子包裹 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酸 酸也要用金子包裹 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立起帐木 你要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织帐子 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禄帛 要把帐子挂在四根包金的造夹木柱上 柱子上当有金钩 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 要使帐子垂在钩子下 把法柜抬进帐子内 这帐子要将圣索和至圣索隔开 又要把深座安在圣索内的法柜上 把桌子安在帐子外帐木的北面 把灯台安在帐木的南面 彼此相对 你要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 用绣花的手工织帐木的门帘 要用造夹木为帐子做五根柱子 用金子包裹 柱子上当有金钩 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 耶和华神又告诉了摩西 更多建造绘墓甚至相关的细节 我们上次说过了 帐木里面要有许多的树板立起来 才得以支撑布曼的重量 并且说这树板一轴半的宽度 是要与曼布面的方向要垂直 这样才可以抵挡布曼的张力 才得以站立而不至于倾倒 然而这一整排这样的树板 还是有可能在一整排一拉就倒下 像是多米诺骨牌那样子 因此在树板之间又有栓柱加以固定 可以抵挡另外一个方向的硬力 这个栓字读音是栓 就是门栓的栓字 是用以连结板与板之间的造夹木柱 一面墙要有五个栓 在树板腰部要有一整条栓 是要一通到底 在南面和北面那两个面 就是要有二十轴那么长 其他的四栓所安置的位置 从叙述当中就看不出来了 这些方法是神只是给摩西的 安置好了以后 这些树板裙的本身 就可以自己站立得住 不需要靠人扶着了 那不管是树板还是门栓 都是由造夹木所造 但是外面要用金子包裹 板与栓之间 用固定在板上的环来套住栓 这些环也是用金子来制造的 用金子包裹的原因 除了是显得尊贵以外 一切关于神的事物 难道不应该是最尊贵的吗 而金也是具有很好的延展性 很适合用来包裹 在讲完了帐木的结构之外 神又在宣示了 还要再制造一样 很重要的曼木 所用的材料和制造帐木 所用的材料是相似 上面也同样要绣上基禄箔 神要摩西用四根包金的 造夹木柱子 来将这些曼子给树立起来 柱子是安放在 有卯的银座之上 而且是要将它们放在帐木的终端 用这步曼将整个帐木 一分为两部分 而是哪两部分呢 这曼子的设置 是要将帐木分为圣所和制圣所 两个部分给分隔开来 这曼子几乎永远是放下的 而祭司也是在圣所中活动 你们看圣所当中的灯台 和放橙色饼的桌子 都是按照规矩 放在圣所当中的 这不论是圣油或是橙色饼 都需要添加和更换的 祭司每日都要进入圣所中服饰 然而制圣所之内 只安放一样东西 那就是约柜 约柜是要如前章中 耶和华所吩咐的来打造的 内宗在如今 只吩咐存放约柜而已 以后还要安放那存放马拿的金冠 和亚伦发芽的手杖 这些东西一旦放入之后 就连约柜的盖子都再也不打开了 而存放约柜的制圣所 也是同样不许人进入的 连祭司都不允许 在日后所颁下的律法 也只允许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制圣所 在那日他的腰上还要绑上绳索和铃铛 人们听到他铃铛的声音 就知道大祭司还是活动着 若是他被神击杀 那外面的人就用绳索把他的尸体拖出来 最后呢 神也要摩西为圣所制造门帘 所用的线材和前面制圣所的帘子也是相当的 帘子织好之后 用五根包金的造夹木柱将之支撑起来 然而这五根柱子乃是要安置在带卯的铜座之上 没错 这次是铜而不是银 或者是因为这五个角座是唯一暴露在外的角座 故此是用铜而非是银座 阿们